欢迎回来带您关心 CPTPP年度大会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 不过根据欧洲政治报27号报导指出 因为政治问题 台湾跟中国入会申请将被搁置 而下个顺位入会成员国 将是比台湾更晚提申请的哥斯大离家 对此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之稍早表示 台湾是遵守奥克兰三原则 来符合CPTPP的高标准 透过单边与多边架构来推展入会进度 而台湾会静候CPTPP的声明公布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今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执委会年度大会 2017年美国退出TPP后 2018年CPTPP创始会员国 由日本 马来西亚 越南 新加坡 汶莱 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 墨西哥 智利及米罗 2021年9月16号 中国向纽西兰申请加入 同年9月22号 台湾向纽西兰申请入会 先后只差6天 欧洲政治报报道 由于政治问题 这届大会将搁置台湾及中国入会申请 2022年8月申请入会的哥斯大离家 可忘记英国之后 成为下一个进入CPTPP的成员国 据了解CPTPP政治问题 在部分成员国之间 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尚未达成共识 台湾的行政院经贸办27号表示 在大会结束后 CPTPP按棍令会发表联合声明 现在不便多做评论 将密切关注情势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遵守这个奥克兰三原则 来符合CPTPP的高标准 那么是透过单方跟多边跟单边的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来推展入会进度 那么按照惯例呢 这个职委会在年度的大会结束之后 CPTPP才会发表联合声明 那么届时的状况会比较明朗一点 那么我们也是今后这个声明的出来 那么目前的方面呢 是没有更进一步的评论 台湾从蔡英文时代就积极申请加入CPTPP 如今可能的政治问题 背后各方角力值得关注 新唐人也在电视 文官的news想整理不懂